媒体人周玉寇还有蔡玉珍 前年9月乌龙爆料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卷入滚床单的非文案 台北地院在昨天宣判 两个人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 而张淑娟今天现身回应判决结果 鞠躬哽咽 感谢法院公正审理 不过她也怒接周玉寇曾经私下接触 希望他们撤告 狠话两人 如果真心有歉意 就不要再上诉 直接到劳里回国 深深鞠躬 语带哽咽 表达感谢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扣告媒体人周玉寇 蔡玉珍不时爆料 等了两年多 终于等到 吃来争议 当你被人家说成衣服脱光 在一个床上跟别人滚床单的时候 那对我来说是多大的羞辱 而且我根本没有去 还必须去图书馆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自曝身心承受极大压力 台北地医院认定周玉寇 蔡玉珍在节目中 指称张淑娟就是滚床单 绯闻事件女主角 诠释乌龙爆料 一审宣判两人隔一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 但对于案件审理过程 两位被告态度 张淑娟依然无法接受 写了一封信来 大姐我好仰慕你 我请你喝下午茶 我要用我的人脉帮你开节目 你把一个人都打打昏了 丢到那个臭水沟 尸体已经铺尸三年了 你写这封信来的时候 只希望我们撤告 介入周玉寇自家接触 疑似想求撤告和解 伤人后才来示好 怎能同意 直接要两人 快到牢里忏悔 判决结果出炉 周三一早 周一扣 照常主持广播节目 但针对官司宣派 依旧没有回应 虽然缺爱还可上诉 但对张淑娟来说 一审结果 已获得重大进展 介绍同流出为台北报道